歡迎收看 CRAZ NEWS 讚美新聞 我是瑪雅茶巾 我是吳姓阿薩 很高興又在鏡頭上跟大家來見面 因為疫情的關係 沒有世界之會 我們也不能見面 所以我相信非常地想念彼此對吧 對 如果可以的話給你旁邊的人說 我很想念您 我很想念您 耶 今天又有讚美新聞 來為大家播報家中的大首席 歡迎今天的新播 耶 很開心第一次在鏡頭前面 跟大家見面 我再來介紹我自己第一次 我叫吳姓阿薩 歡迎吳姓阿薩 耶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關心 加州的大小事 第一點行政總部報告 提醒所有的弟兄姊妹下週期 所有的聚會改為線上的聚會囉 讓我們一起來複習我們的聚會時間 第一個 陳導 陳導是每週三到每週五的早上六點到七點半 還有我們的晚島 晚島非常重要囉 是每週一到每週三的晚上十點到十一點 還有我們最重要的禱告會 弟兄姊妹注意了 禱告會是當月最後一週的週三晚上七點半 還有成為門徒最重要的幸福門訓系統 OK注意聽 幸福門訓系統會有養育訓練部在各班的群組裡面做誤導 請班長跟學員們要注意囉 那幸福門訓系統最重要的幸福小組跟細胞小組呢 大家不要忘記各細胞跟各幸福小組的時間囉 大家一起線上見 沒錯喔 將會的明天 兒童中華的學校 疫情的關係 我們仍然在每週六的早上十點到十二點 我們一起線上跟大家一起見面喔 好的 我們一直都在做的陪讀班 雖然疫情關係 我們仍然繼續的陪讀喔 時間是每週二到每週四的下午五點 一起線上見 沒錯 最後呢 提醒我們弟兄姊妹 以上的聚會時間是即將恢復的 如果已經忘記的或是不清楚的呢 可以回放YouTube的頻道 也可以翻閱週報喔 以上是行政總部報告 第二點 零星部報告喔 哈囉 大家好 讚美教會的家人 大家平安 I know you You know me 我是零星部的部長 見證小組長 耶 新冠病毒期間 我們很少見面 我們也很想念你們 感謝主 小組有RBG的禱告 或者是用Line的也可以傳信息 但白天的生活要有見證 零星上的生活 QT 賭金 或自己的禱告 不可馬虎 總要盡行 Amen 白天有營住 夜晚有活住 聖靈 聖靈是與我同在的 聖靈是與我同在的 在 這個星期 就要有 玩倒 成倒 好 比照過氣 疫情期間 所有的各樣的機會 都要恢復 你預備了嗎 但 雖然是 獻上 獻上的機會 但是我們相信 你的 你的靈性上的生活是 活熱的 是成長的 加油 你是最棒的 為主效力 耶 明平安 耶 第三點 財務部報告 親愛的讚美家人 大家主日平安喔 好久不見 一切都順利嗎 我是教會的財務同工孝璇 在這裡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沒有辦法實體聚會的狀況下 我們應該要怎麼奉獻呢 首先 第一種方式是 你可以透過 ATM的轉帳 或者是郵政劃播的方式 把你的奉獻 匯入到教會的存折裡面 那在這裡要特別提醒家人們的是 如果你已經匯款了 你一定要記得打電話 或者是傳Line告訴我 你在什麼時候奉獻了多少錢 那是為什麼奉獻 是為十一嗎 還是為感恩 還是為健堂 還是為恩典 你一定都要告訴我 這樣的話我才有辦法 幫你登陸在你的奉獻帶裡面 這樣子以便大家之後 要查帳的話 或者是說你要了解自己 哪一個月沒有奉獻啊 哪一個月沒有怎麼樣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透過你的奉獻帶 來這裡做確認 那再來就是第二種模式呢 就是在一般平日上班的時間呢 只要全職同工有在教會的話 你都可以進到教會 領取你的奉獻帶 然後將你的奉獻 放進去奉獻帶裡面 然後再投入到教會的奉獻箱裡面 我們會在 財務同工會在每個禮拜天的 下午四點半進到教會 來做奉獻的這樣子的一個點收 所以弟兄姊妹 如果你們奉獻 如果是本週的奉獻的話 你們一定要在主日的四點半前 會入到教會的帳號 甚至把你的奉獻帶 投入到教會的奉獻箱 我們就會登入是本週的奉獻 那如果是過了四點半之後呢 我們就會把它登入在下一週的奉獻 所以請弟兄姊妹一定要記得喔 你有奉獻的話 你一定要記得打電話 或者是傳LINE告訴我們 好讓我們能夠方便 在這個當中幫大家做登入 如果你對奉獻還是有聽不懂的 或是不清楚的 都可以打電話來詢問喔 圓上帝次福大家平安 第四點 落戶部報告 嗨 各位親愛的讚美家人 大家平安 落戶部在這邊報告 第一點 因一下週 教會恢復正常的聚會 也因一下週 開始恢復了幸福小組 再一次鼓勵 也邀請每一個府長 以及幸福同工 再一次廣邀 再一次去愛我們的Best 邀請他們參與你的線上 幸福小組 第二點 持續的也邀請每一個 細胞小組的家人 多加關心 也多加的去關愛 主日新家人 如果你忘記你的名單 主日新家人有誰 歡迎你們 來跟落戶部索取喔 以上是落戶部的報告 接著呢 我要報告另外一個事工 跟大家分享 感謝讚美上帝 上帝帶領讚美教會 進入到一個全新的季節 我們即將要 全力這個社團法人 我們的名稱會叫做 中華基督教 葡萄園之家全人關懷協會 因為這是一個全國性的 這個法人組織 那我們會需要 30位的發起人 那其中至少有7位的這個 發起人是要遍布在台灣 不同的縣市 那目前為止呢 我們只有11位 11位的家人 有參與在這個名單當中 再次邀請每一個 讚美教會的家人 一起來 進入到這個全新的事工 也因應未來我們的宣教中心 會有更好的結合 再次邀請你們參與這事工 如果你願意成為這個 發起人之一的話 歡迎你跟你的小組長說 或者是你也可以跟我聯絡 以上是這樣的報告 謝謝大家 平安 拜拜 以上呢 是我們的讚美教會 家中的大小事 季兄姐妹 記清楚了嗎 清楚了 沒錯 如果還不清楚的話 或是不理解的 可以詢問你的 小組長 或是回放 YouTube 沒錯 這邊都有非常清楚的資訊 告訴大家 那在新聞結束之前 有幾個非常重要的社群軟體 要跟大家來分享 這是關於教會的 因為全面的線上化 跟全面的網路化 所以要告訴弟兄姐妹 這些媒體 你可以得知讚美 會非常跟最新的消息 OK 那我們請五星亞三 來跟我們分享 有哪三個社群軟體呢 第一個就是我們的Facebook 第二個就是我們的IG IG 第三個就是我們的Youtube Youtube 沒錯 最重要的就是這個Youtube頻道 麻煩幫我點進去 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小鈴鐺 因為在上面會有 我的創意影片 或者是 主日聚會的影片 都會在上面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手邊已經有手機 麻煩你會少這些QR Code OK嗎 然後幫我分享出去 讓更多人知道 讓我們一起 一化交會 讓我們一起 建造交會 下面喜歡我們 下次見 我們在一起 フェイ 我們在一起 我們一起去